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2號落幕 會議指出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2020年要堅持穩字當頭 全面做好六穩的工作 評論人士認為 中共已經是前驢盡窮 經濟維穩成重中之重 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12月12號在北京結束 習近平、李克強、繼全體政治局常委 都出席了這個工作會議 會議上除了分析當前的經濟形勢 部署明年的經濟工作之外 更強調 明年要堅持穩字當頭 雖然中共自稱其經濟是穩中向好 大會議中提及 自今年以來 中國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 明顯上升的複雜局面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要全面做好六穩工作 也就是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 穩預期六項措施 中共它強調的這個六個穩定幾乎包括了經濟的各方面 你就可以看出來就是它整個的金融的所有方面 都是全面的不穩定 就這次會議 中共官媒新華社12號發布的新聞稿中 據統計出現了近30個穩字 其中包括六穩、政策要穩、穩中求進、穩次當頭等等 對於中共聲稱 中國經濟是穩中向好的說辭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 不會去承認它實質上出現的問題 而是在要解決的問題中透露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事實上 中共提出穩自決來應對國內經濟 表示中共對其持續下滑的經濟 是處於進退圍骨、無計可施的處境 針對六穩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12月9號報導說 中共當局最擔心不穩定 六穩的第一個就是穩就業 就業市場的波動會引發社會動盪 現在中國的大學生、失業人員 返鄉人員的就業困境很嚴重 此外 中國的金融、外貿、外資的未來前景 也不被看好 邢天行表示 中共不斷的強調六穩 是因為中共自建政以來 就存在著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所以中共想藉經濟增長的假象 來維持它的政權 自中美貿易戰以來 中國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 中國企業的債券違約越來越多 今年以來 中國境內已有159支債券違約 金額超過1200億元人民幣 包括北大方正20億的債券違約 市場預計 明年中國將有更多企業發生債務違約 除此之外 外資企也在加速撤離中國 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曾表示 不僅製協、服裝等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國家 三星、LG、東芝、索尼等高技術資金密集型的外企 也相繼撤離中國 北京時政觀察人士華浦表示 目前中共內部的一些危險因素正急劇的加強 經濟的不穩定隨時會爆發重大社會矛盾 因此對中共而言 明年的經濟發展被視為維穩的重中之重 看到文字幕有除了 正在努力發展被自知人 成長在酷 Domin監 昇孔